而在荣民节的前夕为了向乡内的荣民致意 新城乡公所25号上午是在新城乡的回南湾餐厅举办 邀请了地方的荣民荣卷500多人参加 并且表扬了9个村的优秀荣民 由乡长和礼台亲自表扬 同时也感谢荣民弟兄们对于台湾的付出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居乐业 在荣民节的前夕为乡内的荣民们致意 新城乡公所25号在新城乡回南湾餐厅举行 邀请地方荣民荣卷500人参加 老乡相见风味的高兴 大家一起叙旧 一边欣赏歌舞展演的演出 让现场充满活泼温馨气氛 25号举行荣民节的庆祝大会 由乡长和礼台亲自主持 包括现役演出光明 新城乡委会主席陈秀玲 副主席张美华 下面代表林国贤 副委好林志胜 田津峰 葛区夫以及多位村村长 乡公所和客主管等等 下面和礼台表是 荣民弟兄们早年保家卫国 退伍之后 更积极投入国家实在建设的行列 奠定台湾经济基础 包括工程进去的中红公路 以及北回铁路 都是当年荣民们一秋一惨 一府一早所开砸出来的 荣民们弟兄们积极投入 更牺牲奉献 荣民前辈对国家建设的贡献 功不可没 公所现在今天特别有意义 今天是重阳检 也是台湾光顾检 我们提早在这个好的日子 为各位来祈祝荣民检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 本乡荣民以及荣建 还有我们所有的遗建 看到今天这么多的长辈 这样子多的乡亲 这样的仪建 以及荣建人到这个地方来 离台特别要谢谢各位 国际为国家奉献牺牲 退役之后 坚守岗位 为社会来服务 很感谢我们新城乡和里台乡长的用心安排 今日的活动 今天是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 在今天庆祝荣民节是更具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感谢过去所有先进们的牺牲与奉献 才有我们今日安定繁荣的台湾 没有国就没有家 没有各位就没有我们今日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花蓮县十三江镇 没有在办农民节 只有我们新城乡在办农民节 而且我们乡长在八年前的时候 当乡长开始创集办农民节 所以我们要掌声的感谢我们何乡长 好不好 今天先聊 乡长有货力 可以代表的是 农民弟兄们年轻的时候 保家外国投入战争 来到台湾之后又加入国家建设的行列 终衡俗化公路以及 陪回南回铁路重大建设 都有他们的身影 也才有今天台湾的富强社会的安定 它代表地方乡亲以及全体农民朋友们 不要打质疑 接着终衡一线的报道